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回到神州大地的新闻 第一单是《环球时报》 日前刊登了一篇文章 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经营的学院教授呂本库的文章 呂本库引述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 显示截至截至去年12月31日 我们伟大祖国呢 全网的短影音账号总数有15.5亿个 即是一个人不止一个 当中有1,508万人 即是两倍的香港人 将直播当成主业 即是平均每100个人 我们伟大祖国 我伟大祖国 没有100个人 我想90个人左右 便有15亿人 就一个人是职业主播 那我们有很多粉丝 即是以前听过我们的节目 现在是江山沐州那些 现在都做了主播 那当然啦 他们的听众就多了我们很多 即是随便一条 他发了一些链子给我看 我就试试去看 有时候你做直播 即是几十万人看 几万人都算是少 你都可以做 是啊 我真的要做 你做他的阿仙奴 不用 我终于 一输球发给 不是 我开 我开做直播 接着那些人自己就吹水 是啊 好啦 他说 在这1,508万人里面 18至29岁年龄层 佔了六成四 哇 那都是八九百万人 就是这个18至29岁 很明白的 你容易掌握到一些技术 很多是一得业 就踏上直播的创业佬 那其实就没得说的 因为他找东西找不到 青年失业率这么高 是吧 那这样好过偶 而直播为主的收入来源 的主播里面 超过九成五的人 越入不够五千元 收入十万以上的主播 就是佔了0.4% 即是不是4% 0.4% 你算一算 1500万人做直播 10%就是150万 1%就是15万 1%就是15万 0.1%就是15万 你只要在第一次集的 其他数据方面 短影音平台的日坤更新量高達8000萬 每一天 8000萬 每一天超過350萬場直播的 你真的很難想像 一天 當然 有1500萬人做過直播 不是每天有人開工 每天有幾百萬場直播 都真的有數算到 但是 有沒有那麼多人看 一天幾百萬 三十五十萬場直播 你要吸引到人不可 突如意識 真的不容易 又要用女鏡 白美女 或有線 很多東西 所以不要說現在 現在我們有數據看 講早幾年又要生吃青蛙 生吃老鼠 和狗屌蝦 之而此類 當中超過七成的用戶 因為看短影音或直播 是購買商品 或者去做打相 有網民表示 如果做直播 其實都很大付出 因為作息時間大亂 健康問題都大打折扣 而且競生實在太激烈 現在做大貨主播 真的太難了 首先一大貨賺到錢 基本上 就是頭那一層 頭那一層 還要是你有銷售能力 才可以賺到錢 他說現在後面進來的 基本上市場都沒有了 周圍都見 因為實際太多 找不到東西做 就先做大貨 所以那些明人明星 開頭的時候 打入貨 又說做多七千萬生意 又說做多少 有些還可以保持著 又有這個才能 你看到有很多 都做著著著不做了 我留意著 不抵話 何時會有第二場 打入貨 不要做一場就give up 另外 這個是廣東省揭陽市的報道 星島有報道 但星島是轉載的 我覺得如果沒有內定的媒體 現在的香港媒體也不免得報道 大家這麼喜歡大陸吃東西 其實幾年前 我們天天都有這些 類似新聞講大陸的地溝油 現在的反應是不兇的 難道真的進步到地溝油都沒有 恐襲石鹿都沒有 好了 我有一位男人 星期二就去這個海底撈 火鍋店去吃飯 誰知那個鍋底送到來的時候 四公格的 有三個清水鍋底裡面 他發現那些明顯的黃色的烏溝 那是怎樣呢 他說那些烏溝 他在一般筷子 擦一擦都擦掉了 即是說呢 在洗鍋裡面的時候 是非常那麼儀欺 你不是說 例如說有些東西擦來擦都擦不得 我們自己煮東西都會試 很難 但是 無論你擦也擦不脫 是不存在的 是難擦的 因為呢 如果你兩人一下擦不到 就七下 七下擦不到就十八下 一個小時擦不脫的 就足夠三個小時 你都會擦得脫的 你家裏 我當你沒這麼講究 其實都不會 自己的鍋 那你如果做生意 真的不能拿出來見人 但是現在這個先生 這位李先生 他說 因為清水有四公格的 一個格就是那些 可能是麻辣火鍋 就看不到底 三個清水鍋 都看到底 三個鍋裡面 都覺得是有些黃色 啡色 那些積在那裡 好了 而他用了筷子一擦 就脫掉了 那真是很兒戲 就是那個清水鍋 於是乎呢 他就向適應 要求 阿根換火鍋 但是對方沒有理會 他再去 向對方問 都不得不得的回應 他說呢 他經常來這間分店 海底佬來吃火鍋的 第一次遇到這個情況 他說這個體驗實在太差了 令到 他這個多年顧客十分難受 所以他發出這個post 不是要投訴要求什麼 希望去改進 不要辜負消費者 這樣說 那麼海底佬呢 就回應 他說 該店鍋具清洗不符合標準的問題呢 為顧客帶來不愉快的體驗呢 他會道歉 也都會找專人呢 抵達該點進行這個專項檢查和輔導 也都會嚴肅處理上術問題的相關負責人這樣說 那麼現在和全國門市呢 同步啟動自查行動 持續加強全面核查和管理 為顧客創造更舒適的用餐體驗這樣說 其實我最奇怪的就是你和那個侍應去投訴 那個侍應為何不立即處理呢 換個窩就沒事了 或者他如果覺得你麻煩 但是你這樣投訴 他就和經理說 經理都會換個窩就沒事了 為何會不回應他呢 是他做得不開心 老實說 就算公司那樣含家產也好 你穿的制服有了這樣的情形 你都是要為公司 即是有時候人性化那些事情 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 有些人經常在怨天怨地 覺得自己制遇很差 喂大哥你這樣 老實說我是海底撈呢 如果我是管理層呢 我找得到 譬如那些管理員 平時那個訓練很差 當然要去什麼 但是這個伙計呢 不用說話了 一定不用的了 你就不要怨 社會對你不公道 因為呢 閉上眼都不用問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即刻換 如果我是經理呢 還可以 未必請他吃東西 真是屌你 喂 現在和他換了去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喂 對不起 就看看客人什麼環境 然後真是令到他comfortable 好 另外呢 我也不知道 深圳市監局 深圳市監局 前教祖時候呢 就 回應了一個取消查委的提議 於是他的回應是什麼呢 嚴金未提前公事 告示未明碼實價 和亂收費行為等等 OK 即是說呢 於是乎呢 他這個告示呢 即是深圳市監局 這個告示出了呢 即是說呢 你將來喝茶做任何收費 包括那些外賣東西 你們都可以去選擇 不給錢也可以 不用也可以 結果呢 果然是一石激氣千層浪 但我不想在這個角度上說 即是譬如說呢 他們那些網友 有些人仍然繼續比 但有些網友 我看這一段報導說 自從深圳市監局 出了這個response以後 他出身去喝茶吃飯 都自己帶飲品 帶茶 帶餐具 為甚麼呢 因為他不想被人誣 譬如說 人家那些餐具 一套 喂 你要收去兩元 五元 OK 那他上去淘寶看 那些一套餐具 原來兩元是有十套 那他作為消費者 他覺得他應該可以 不要的 不用的 我自己帶去 又或者 他說他一定會出聲的 因為他得到的 得到那個 最後就是 要是人家真的取消了 那個茶錢 那些東西 要是他不去遞間 你不肯取消的 我就去遞間 這樣說 首先我覺得這個市監局 管到連這些都要管 就真的很痛苦 其實你說 不准這樣去濫收的 都很簡單 對我餐廳來說 那我就直接不收 在別處加 又可以的 都是一樣的 現在的人就做慣了 做慣了 例如我們在香港 有時賣單 塗錢都算 有時都貴的 很多茶價 原來叫一碟花生 是三十元 一下來擺一個 兩碟花生 一碟三十 一碟鹹菜油三十 然後茶位 每人都二十 六個人喝茶 都百二元 拿了兩碟 你說六碗 一百百十元 挺好吃的 做一碟來 二百十元 加上你自己叫六百元 八百元 加上一傳數 那就變成九百多元 但你看張單 在每一件產品的時候 二百二元就是預價 你覺得不是那麼貴 好了 他這個分析 就是那個報道 就是說深圳人 有很多都會覺得 要為自己爭取權益 以後 無論去喝茶 收了茶錢 或者收了五元茶錢 那個普利潭的師姑尿 就自己帶去茶葉 OK 主要就是因為 以前就覺得 賺到錢 沒甚麼所謂 現在就生活艱難 但是問題就是 我看這段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覺 他們對於個人的權益 那樣東西 是 他們的意識是大了很多 喏 不要說別人才說我們自己 你認為公不公道呢 這樣收費 譬如說我 我都不去想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收費 Overall來講 你不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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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 問心一句 都真的幾不合理的 譬如 你說他們 說這裡 他買個外賣 買個外賣 外賣盒呢 他就收你最少兩元 現在那些人的選擇是甚麼呢 不是說要你的外賣盒 而不給錢 我便帶了盒去 我帶了那個 甚麼去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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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但是 對這些 他認為不合理的事情的抗拒 其實 不應該是 這個政權樂見的 所以 有時候 即是現在外面 很多外國的KOL 又說到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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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現在香港環境 我覺得真的不同 有些不同 你很難用以前的東西 簡單重複 在現在這個時代 畢竟不同了 那些人都不同了 你叫我上山下鄉 你叫我200斤不肯轉房 我肯勾的 對不對 不會的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這個文章 你看看每一個被訪問的人裏面 他們那種意識 即自我意識 消費權益 是不同了 這些東西會不會發展到 增淫而上的意識形態 就不知道了 好 好了 最後 這些真是含家產 我真是不能夠想像 江蘇 有一個屋苑 有一個姓張的物業管理女職員 去年6月 2023年6月 收到投訴 說有人向屋苑一條行人路 拋 帶著屎的垃圾袋 哇 扔屎 那這個姓張的物業管理女職員 就以為是個別事件 就安排清潔人員去清理 也都調查一下 哇 你誰扔屎那樣 含家產 最終沒有發現 直到去年的7月下旬 都是去年 即是一個月後左右 情況越來越嚴重 幾乎每一天都有屎袋扔下來 保安說 發現黑色垃圾袋的時間 通常都是上午八九點 即是起床拋屎 有時候 那個那袋屎 會扔到到這一棟 居民樓 樓門口的步道上面 有時候就掛了在樹上面 裡面都是大便 有時候 要是還會扔兩次 搞到那條行人路上面 周圍都是屎 很難清潔的 要拿著很多桶水 特別去沖刷很多次 才能清潔得到 屎那麼難清潔的嗎 不過呢 如果你說在屎坑 就容易一些 柯欄市呢 是 不是 因為市坑 因為普通的柏油路 即那些行人路 它有些積了下去 是難清些 柯欄市坑容易清過屎水 好了 直到去年的8月5日上午10點 有一名聖州的鄰居 在街坊 在屋苑散步 突然間 天上面 一個黑色的垃圾袋 扔下來 就跌在它前面 100公分 喂 100公分 很少而已 即是1米 不是 1米都3吃3 100公分 屎你有沒有 我想這樣而已 屎你真的在前面 好了 袋掉下來 砍開了 裡面全部都是屎 而且 還有幾滴屎水 淺到它面上 哈哈 它立刻向 喂 物館反映 管理公司 屎你媽媽 還想成事 翻查閉路電視 咦 有閉路電視 那你現在才 一旦不容 不容 即是壞系人投訴 差點彈到人了 吃翻查 受罰 鎖定了原來在10樓茂湖 跟著報警 OK 依據 拋定 屎袋 的窗口判斷 警方 嗯 屎你了 10樓盤 最終確定是姓黃的女住戶 好了 上樓 這個女住戶就說 因為 真是屎你這樣 她說很有影 她說因為住所馬桶 整天都塞 所以就不用馬桶 撿完屎之後 就放在膠袋裡扔出去 其實你撿完屎 扔了垃圾桶 在外面都可以 是 她說去年6月下旬到8月初 因為天氣太熱了 都廢人事下樓丟 直接在外面扔出去 好了 經我檢察機關 審查一些錄影帶證實 她在這段時間裏面 累計 扔了75次屎袋 另外還有廚房 垃圾 還有針板 針板要扔出去 屎你了 最終 她在上個月29日 即是3月29日 被判囚 三個月 要售 還有罰款2000元 罰款2000元 要售 屎你真是神經病 老實講 通荒樂圈就可以了 對 你說 就算是 都沒有理由扔到街上 還有我在想 那是扔到屎坑 然後扔到屎坑 然後扔到屎坑 還是 直接扔到屎坑 還是扔到屎坑 有幾種東西 把袋到屎坑 然後扔到袋裡 還是直接 都不用扔到屎坑 找個袋子 打算蹲一蹲 一蹲下 其實 各位 如果蹲在這裏 我們不習慣用蹲似 蹲在這裏 是容易有便衣的 其實 即是你一蹲 大家試一下 那個割藥機這樣張開 屎眼 大了 你就容易 屎好多 你而且還有 你通常是屎都要齊坑 還是那條尿又不塞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它是怎樣 如果屎都要齊坑 那個袋子 不過沒有所謂 它不會理你了 就算我袋子穿了 最多家裡有幾滴 你不要這樣 你扔到後欄 還會兜口 露台又扔下去 真的瘋狂 休息一會